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手改回转盘 两轮换成四轮 悬油门从手动改成油脚载动 拨灯开关变成长条一根杆 超不习惯的就是拨方向灯 拨灯 拨灯 要拨方向灯 被教练叫着 叫着 一再叮咛 手势操作拨动也得要优雅顺势 这种拨动style是会令人笑掉牙的 因新制道路考验严谨 特别是汽车骑死前 未易规定显示方向灯 加上转头动作会被判定不及格 教练尝试大声吆喝 低大角度的摆头 不然就GG下车哦 考验过程中 有一项操作路边灵亭项目 注意咯 汽车雨路旁骑死前 得依规定显示方向灯 加上转头动作 常常是忘了要做转头动作 磨合期没过 习惯就难以养成哦 想当年收信时 总是被教练常念到不行 吼到发麻 脖子是怎么了 左绕枕不能动的吗 拨灯后呢 要转头啦 转头动作是连于拨灯的 有一学员隔日来上课 喊着教练教练 拨灯转头查看 我领悟到了 我在家按电灯开关时 很自然的就抬起头来 看了天花板一下 耶 这招有效哦 汽车体积这么庞大 不练成拨灯转头弓 左右查看 上路会安全吗 再说操作适应这台机器 游弩使用一般器具 狼头敲打得需善用 否则伤手 而这头机器怪兽得需善待 否则伤人不能不慎 根据公路总局 事半道路驾驶考验的 成效评估与研究一文指出 重大扣分项目前六项中 扣分次数最多的为 变换车道 转弯前30公尺 位翼规定显示方向灯 特别是汽车骑驶前 位翼规定显示方向灯 并且卫翼规定行驶在正确的车道 对于学员学习一项新技能而言 让我们知道总得适应好长的一段时日 这也是身为教练一再而提面命的原因 教练背负凌违寿命责任重大 为考照率也为安全防卫之固 而学员这边呢 得多放手教才能经得起考验 训练产生改变 想要有所改变就得经过训练 教练说快踩油门 加油 你的右脚得迅速配合 还不能重踩 只能使出为力逐渐往下倾踏 连踏踩油门都得学 位大车在前赶紧刹车 刹车 于是还好是教练帮忙踩住刹车 否则等一下就不用回家了 已经被教练练上好几次了 正前方二车道化成三车道 正前方所看到的就是车道线 如今终于明白了 要跨过车道线 就得拨方向灯摆头查看 要跨过车道线 就得拨方向灯摆头查看 教练大声疾呼 很多人就是这样死在这里的 喂 也不可误入转弯专用道哦 只准转弯你却执行 卫一规定行驶在正确车道 当然 命运又是GG下车收场 结论是 到驾学习 事在人为 场内学习基本动作OK好 才能带出场 不然 在位于驾训班附近的用路人 就有埋怨的话要说了 喂 你驾训班的教练 就要把学生驾好 不然都放一些骨出来收 都放一些骨出来收 这样会影响交通啦 拜托一下啦 好不好 终于 有 Fu了 耶